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我这么多年以来报警的一些经验 因为我从小父母是做生意的 然后选职是在一个菜市场的旁边 所以我接触的环境会相对稍微复杂一点 然后我从小就能见识到很多 因为生意上的冲突,利益上的冲突 就是会打架,吵架 甚至说小时候还见过当地的地头蛇 被人拿着砍刀追杀 然后腿上全血的这种场景 但是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阴影 然后我妈妈也是一个非常硬刚的人 小时候因为有一些人她会去 因为生意上的冲突 她会去甚至说去威胁我 说让我读不了书,说这种话 然后我就看到我妈从地上捡了一个砖头 直接拍到对方的头上 就是会在这种环境下长大 导致我也非常的刚 然后在我生活了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 我报过无数次的警 在大学的时候我的室友因为偷我们室友的钱 然后所有人都劝我不要追究的情况下 我去收集了很多证据 然后最后报了警 本来是可以给她判刑的 但是在学校的劝,就是你们懂的 现在最后给让她休学了一年 还让她得到了一些惩罚 然后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回老家 不小心买了黄牛汽车票 那个汽车票在几百公里的行程的中间 把我们一车人全部丢下来 然后跟我们说让我们自己打车回去 他们应该是当地就是输出车 然后汽车 然后还有派出所是有勾结的 所以就是想挣一笔钱吧 然后当时我就向派出所报案 然后派出所的人就是不管 不管了以后我就继续向上投诉 去找官局 然后去打市场热线 然后最后官局的人 就派出所的人受不了压力 最后就是他们自己花钱 找了当地的出租车司机 帮我们送到了家 然后我爸妈都担心死了 然后在深圳工作和生活的这一两年 我也报过很多次警 但是由于深圳的治安还蛮好的 然后警察也是出警效率非常的高 在我有时候就是楼下会有一些商业行为扰民 然后或者说跟滴滴司机 跟快递员去起了一些冲突的时候 我都会第一时间去选择报警 然后有时候就会有人说 你不要去经常跟人起冲突 他们会报复你 或者说不要去占用公共资源 我知道这些就是都是为我好 但是其实我在我的价值观下 我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 就是很肆无忌惮地去做一些恶 就是因为他们之前做过 没有人追究他们的责任 大家都是忍让了 但是你让他 他根本就不会感恩的 他只会把这些恶去放大的 去再送给别人 所以在我遇到一些侵犯我个人权益的事情的时候 我都会跟他刚到底 但是我现在就觉得我要反思一下 这个刚肯定是要刚的 但是可能要有拥有毛一点 就是他要让我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 然后我让对方去得到近大可能的一个惩罚 是最好的结果 所以如果说问我在遇到类似大人的事件的时候 我要怎么处理 我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崇尚 穿衣自由的人 可能在别人眼中就是穿的会比较少 但是我也会经常出门去 就是晚上出门去吃饭 然后这个时候我会去首先会去观察周围的环境 如果说有一些喝了酒的 或者说一些看着就不太正常 有点像混混的人 然后我就会远离内住 或者直接换店 首先把自己处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下 第二就是当你感觉到有一点点危险的预警的时候 一定要毫不犹豫地去宣扰报警 其实警察他就是处理这些事情的 你也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会发生 但是你早一点报警 这个危险就有可能会避免 他的概率就会小一点 第三就是当危险已经发生了怎么办 首先我们还是不能跟人去正面的起冲突 我现在会觉得你摸了我一下 没关系让你摸 你摸完了 等我去了安全的地方 我就会想办法让你尽可能在橘子里 过你的下半生 或者尽可能让你待多几年 你摸我一下 我让你去橘子里待几年 到底谁亏了 我觉得我也没有亏太多 至少在当下的这个治安环境下 我们根本就无法去要求其他人 去遵守法律 去遵守道德 也无法去改变其他人的行为 那怎么办呢 那我觉得只能在危险来临之前去预警 然后危险来的时候尽可能避免起冲突 在危险过去以后一定要追责 一定要想办法追责 不要让任何人他就那个恶 给他留下了这种侥幸心理